反服貌青年降臨立法院議場 至今已持續14天 造成立法院議事停擺多日 31號八個常設委員會 終於正常開會運作 國民黨委員也首度一一出席 在那陣委員會中 招委張慶忠原本排入 繼續審查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 但會議沒多久 就遭到民進黨委員口水猛烈攻擊 立委陳廷飛拿出立法院公報 認為17號當天會議不僅無效 更要求張慶忠委員 必須從主席台上下台 這裡面很清楚 報告委員會出席人數52人 已達法定人數 後面一片空白 在這樣子的一個紀錄當中 居然張慶忠委員 可以說他是有效的 一個連法治都不懂的 一個連整個程序都不懂的委員 怎麼擔任招委 你們聽得吵 好像聽到的聲音 就是這個聲音 我負責我簽名 絕對不是事前提出來 是事後會的確定 也一定聽得到的聲音 就是我的聲音 這個就是我的內容 我有簽名 張慶忠委員假不遲招耶 我想內政委員會 民進黨是不可能讓張慶忠委員 以這一種偏頗的 違反議事規則的方式 來繼續主持會議 面對內政委員會中 民進黨委員強硬態度 讓原本要審查的都更條例修正案 就此擱置在一旁 立委孔文記交集 攸關年底七合一選舉的選法法 及政治獻金法 就算順利排入議程 也會面臨同樣命運 立委認為不排除 親自找王金平院長 協助敬付二讀程序 這我們現在先看 內政委員會這邊先排 如果他真的排不出來的話 那就只好敬付二讀 找王院長來幫忙了 立法院各委員會 深陷服貌正義熱潮 潮野關係明顯緊張 而擔任內政委員會 招委的敏感人物張慶忠 能否順利將公職人員選辦法 及政治獻金法 在四月排入議程 還有待觀察 建議要問保護立法院 採訪報導